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行政長官林鄭 昨晚在Facebook發表了一則貼文 他在這篇貼文當中 盲撐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為了他在中西區區議會會議當中 拉大隊離場的舉動是背書的 當然這篇貼文裡頭就是歪理年篇 我們首先看看到底他說了什麼 他說到 安排一些指定部門的首長 親自去到18區出席會議 介紹部門的最新發展和回答議員的提問 就是他本人在2006年 負責檢討地方行政的其中一項建議 多年以來都是運作良好 昨日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率先履行政府的承諾 出席中西區區議會會議 令人遺憾的是 非建制派的區議員 利用各種手法 對處長和警隊作出不實指控 出言侮辱 動以譴責 破壞議會應有的規矩 以及議員和官員應互相尊重的基礎 先說到這裏 這裏就已經是很大問題了 他說破壞了議會應有的規矩 請問你林鄭什麼是議會應有的規矩呢 中西區的區議會按照他們的會議常規來進行會議 即是等同於立法會就按照議事規則來的議事一樣 這就已經是議會裡頭的應有規矩 還是你所說的規矩 其實是指過去的二十多年以來 區議會就慣性圍著政府的政策來保駕護航 這個才是所謂應有的規矩 你要搞清楚搞錯是不是 區議會是有民意基礎的 他們按照自己的張則來開會 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你說他破壞了議會應有規矩 保駕護航 為你特區政府做啦啦隊拆鞋 不是議會應有規矩 他又說那些人破壞了議員和官員應互相尊重的基礎 如果這個指控是成立的話 第一個應該遭受到批評的就是鄧炳強 是不是 既然他沒有這樣的 胸襟和氣量 走去面對議員的質詢批評甚至乎譴責 他一早就何必走去親自下場 做這些公關show 出席這些區議會的會議 是不是呀 過去其實甚少這些警務處處長級數的人馬 走到區議會進行解釋 更何況就是 為什麼一個議會提出譴責動議的時候 就會被視為破壞 議員和官員應互相尊重的基礎呢 如果這個說法是講得通的話 以後區議會就要自我閹割了 不能夠提出 任何譴責官員的動議 否則是否乾犯了你口中所說 是不是破壞互相尊重的基礎 互相尊重就不是這樣的 林鄭 為什麼那些議員要譴責官員呢 就肯定那些官員是不尊重民意在先的 既然你的官員都不尊重民意 戰士民意 踐踏民意 自然就要受到譴責 有什麼問題呢 這樣就叫做破壞互相尊重的基礎 是你破壞官民之間的互相尊重 和互相信任的基礎在先 加上議員監督政府的施政 根本上就是他們的職權範圍 以內應該要做的事 過去那二十多年 保皇黨在區議會中佔據了大多數 你就不應該把他們的失職 視之為一個慣性 然後就認為這一屆的區議會 就是破壞了規矩 破壞了互相尊重的基礎 完全是搞錯了那些邏輯 林鄭繼續盲撐鄧炳強 她怎麼說呢 鄧sir的不抗不卑 據理力爭 是日後其他需要出席區議會會議的 部門首長的一個好榜樣 大家可以看到 林鄭不僅沒有勸了那些官員 要求他們留下在議會里行他們的職責 反而鼓勵各級的官員 都是學習和仿效鄧炳強拉大隊走人這個 野蠻和違反民主的行為 可以看到他就是堅持著鬥爭和強硬的路線 是和 梁振英的任期中後段 那種風格 極具高度相似性的 大家可以預見到在未來的四年 當那些政府官員遇到區議會的挑戰的時候 拉大隊離場 將會變成一種常態 他們就試圖利用這一種 行政的手段來駕空區議會的運作 政府其實昨天也發了一個聲明 他就說 政府是不認同中西區區議會的臨時動議 針對警方和警務處處長作出的 因為這是譴責動議 他就說這個動議對警方作出了不實的指控 政府不認同區議會的做法和動議的立場 故此所有列席的政府人員均離席 說得明白 他們對於這種行為是認同的 是覺得沒有問題的 這真是非常奇怪 原來你不認同別人的動議立場 就可以拉大隊離場 這樣的話 你根本不需要有一個議會進行監察 需要議會嗎 原來議會就要做啦啦隊 就要你認同他的做法和動議的立場 你才會列席 否則就拉大隊離場 這些不是踐踏民意 這些不是踐踏民主 不知所謂到極 這樣的東西都可以說得出 還要白紙黑字寫出來 是為了歷史留下一個見證 這些是垃圾 還有一件事就是很離譜 民政事務處作為區議會的秘書處 有什麼可能你同樣去離席 如果是這樣的話 麻煩你這個區議會秘書處 拆出來 另外請一班人回來做 如果不是的話 每一次開會 你民主覺得區議員說的東西不適合你 或者你不認同他的做法 或者你不認同別人動議的立場 你就可以拉大隊離場了 那麼議會還有哪有秘書 剛剛 你這件事非常有問題 就算立法會的秘書處 也不會讓你的議員開開會自己走過去 你現在竟然會這樣做 很明顯就是立場先行 而且就是政治立場凌駕了自己的專業 真的相當之不堪 你公務員經常強調一件事就是政治中立 現在就已經淪為一個笑話 原來政治無中立 只有效忠行政長官 凡那些議會的議案 動議的內容 或者區議會的做法 是沒有做到為特區政府補教護航 或者你是不認同他的行為 不認同他的想法的話 就可以拉大隊離開 那這些哪就是政治中立 原來過去 那麼多屆的區議會 當由保皇黨來打釋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 包括就是動議 支持偽政改 動議譴責暴力 動議什麼動議物 全部你的官員 全部都坐在這裡 現在你看人家不過眼 眼紅了 自己輸到一蹲一蹲 別人主政這個議會的時候 就去玩這些行政手段來杯葛 就是不知所謂 好了 他這個專橫拔會的背後 其實是什麼呢 反映得出根本上 只不過是適例內任 是他們無計可思輸打贏 其實林鄭作為一個每日 倒數自己的政治生命 和餘下任期的行政長官 再加上他又不能夠提出辭職 這個老透社的錄音 就已經反映了出來 於是他就務求把目前香港的局勢 玩得更難更殘 等到接受這個殘局的人 是難堪 其實這個和梁振英任期中後段 那種風格 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又是這樣 擺明就和你的主流民意作對 不過 這次林鄭 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好了 而且他過去的大半年 要求市民和勇武派的行為 割蓆 只不過失敗了 埋行廣告 日講夜講 敲鑼打鼓 市民都不肯割蓆 反而在這個選舉當中 團結起來 大勝 超越了所有 老人院票 中票 那些 蛇齋餅種票 全部都無效 全部抵消了 好了 於是現在就玩輸打贏 就利用一些行政手段 試圖來加空區議會 包括就是那些出席區議會會議的官員 當他遇上不合心 不合聽的意見的時候 就拉大隊走人 而且得到行政長官的默許 支持鼓勵他們這樣做 要學習鄧炳強 包括就是這個作為 區議會秘書處的民署 他們也同樣拉大隊走人 利用秘書處真空的這個現象 想癱瘓區議會的運作 他們就是想 玩這些手段 其實他們都自己知道 主流民意是傾向哪一邊 但是依然就玩那些語言藝術 比如說他昨晚那篇貼文那裡這樣說 他就說 那些非建制派的區議員 到底建制派這三隻字是代表什麼呢 當在區議會那裡 民主派已經佔了這個優勢的時候 到底誰才是建制派 誰才是非建制派呢 建制派就不是就住區議會而言 就是就住立法會而言 目前立法會仍然是由保皇黨佔有這個優勢 於是他們才是建制派 你只是提醒那些市民 在未來的立法會選舉當中 一定就要出來投票 要踢走這些保皇黨 使得保皇黨在立法會內 都是小數派 到底哪一個才是建制派呢 你不可以用這些建制派非建制派的詞彙 來搞這些語言藝術 明明你口中的非建制派 在區議會選舉當中取得六成的選票 這個就已經是主流民意 你為什麼可以跟主流民意相違背呢 你比起葉劉當年03年更加不堪 現在就不再假裝死狗了 當外圍的局勢開始明朗 包括中美簽署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以及台灣的總統大選 結果陳埃樂定以後 現在都走出來說話 早幾個月不見你出來說話 哭哭哭忽在那裡留在惡如淚 所以這些人是適例來任 你繼續專橫拔戶下去 看看你能幹得多久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